鄭重泰議員 林太 之前你向北京叫視像削跡之前 就做了兩次突擊的社區遺風 叫做最終是找到一些所謂的忍性確診者 但之後的去到今天就第四次 今天叫做中法我獎 有一位你找到 之前有三個是零的 無論找到找不到 你的說法都是 總之區裡面就有人了 有人是帶病毒了就要找 公又贏 治理又贏 但是公眾呢 現在每一晚幾多的居民市民 面對著誠惶誠恐的生活 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突然間遺風社區 尤其是晚上要上班的人 很多低下階層其實是晚上要糊口的 限時 禁足 說第二次讓他們上班 他們是晚上上班的 還有再說的就是 沒有人知道究竟政府什麼時候想完 你說等個病毒停的話 我們過去很多次都問你 有這麼多所謂的防疫的漏洞 你不去做 就是偏偏偏在你述職之前就假出來了 那我其實想問的是很簡單的 你這個特集的社區遺風 是不是等同於變相全民的強制檢測 是的話你就告訴別人 你要做到什麼時候 謝謝主席 行政長官 謝謝主席 鄭議員 就似乎暗示 特區政府在這一方面的防疫措施 是跟本人向中央領導述職有關 完全沒有關 我希望在這裡首先要澄清 是完全沒有關 抗疫是一件大事 亦都是集體的決定 所以就跟本人的述職是無關 中央一向關心香港的疫情 去到第一 第四波出現有擔心 這個是完全可以理解 主席來都是鼓勵我們 按著香港的情況 繼續努力來盡快處理這個疫情 這個叫做強制檢測 就是用法律的手段要求某一類的市民 某一個群組市民 某一個大廈裡面的居民接受病毒的檢測 是一個有效的措施來的 事實上也是透過這種的強制性檢測 是找到不少的陽性的個案 好了 到近日為什麼要用一個 我們叫做遺風式 或者我們叫做限制與檢測的方法 就是希望能夠更加徹底 如果我們看到哪個區哪些大廈 是有較高的風險 我已經說過有三方面的因素 決定它有較高的風險 我們就快而準 在很短的時間下去 希望如果有感染人士 它是被我們檢測了 然後就送入醫院隔離治療 就不需要出現了它到處走 再去傳播這個病毒的風險 當然如果大家看到每一次的限制和強檢 有很多個案 大家會認為很有效 現在看不到就認為很無效 我只是強調不應該這麼簡單去看 我們也要用來看看全面的情況如何 而事實上去選擇這些地方 來做這個受限區域的強制檢測 既有科學的基礎 但是又不是完全科學 所以你說選擇的地方未必完全很準 可能旁邊有一條街 還有隱形的傳播 但是又解不中 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所以我也希望同時爭取在現在 由幾天前政務司司長公佈 到新農曆年之前是年29 你承諾了是做到29 即是如果需要做 我們就做到年29 每晚已經由本來做一個地方 做到最高的一晚是四個地方 希望爭取這個時間 能夠可以用這個方法 再去檢視香港整體的病毒 那個感染的情況 或者這些隱形傳播鏈的情況 去到新年的時候 希望大家都是減少聚會 過一個比較平靜的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之後如果個案可以下降 我們也是會逐步開發 各方面的經濟和社交活動 給香港市民 鄭松泰議員 最大的問題是市民根本不知道 你所謂的高風險的地區 你給人的感覺 我不是說贊同 你是要去搞一些所謂的 有錢老住的地方 但是問題的感覺上 就是 是基層市民 現在就受害 你的防疫是階級有別的 這樣說 很多一些地區 在家裡開Party BBQ的 基層市民就會問 為什麼你又不去做那些地區 那些地區不高風險的 但是偏偏現在是住在油漸王公屋的 就慢慢是提心吊膽 甚至要爆門的 接下來說 計時趕著回家 你給人的感覺是 你的防疫是階級有別的 我們肯定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的 鄭議員 不過在三個因素裏面 畢竟有一個因素是 環境衛生 樓宇的狀況 包括剛才 愛媛很擔心的渠管 這些往往真是在舊樓 甚至在私樓那裡出現的 所以這個因素使然 我們選擇去做這個 受限區域的強檢 是讓你看到 好像是在一些特別基層的地方 但這個是因為 那個客觀的因素 就要看那些流雨的狀況 排出來的污水 那個病毒 有沒有存在 這一系列的狀況 我們從來不會是因為 階級的 所以曾經有一段時間 有個跳舞群組 跳舞群組不少感染的人士 都在你口中那些高貴的地方 一樣是要檢疫 不可以有不同的處理 大家都要進入去捉高灣 接受檢疫 多謝主席 行政長官可不可以多答一位議員的問題 可以可以 張陽議員 簡單好嗎 多謝主席 多謝行政長官 剛才說到會 立法引入非本地沒法醫生 自由黨都爭取了十多年 這個不僅是自由黨 而是我們在香港整體的市民 見到都會歡迎 但當然我們也會明白 有小撮的本地醫生 是為了依依相圍 和為了去鞏固自己的利益 和排外 所以他們會引動很多醫生團體去反對 我高興聽到你 也找到行會的同事 去幫你做講解 不過特首今天我想問的就是 兩個月前 很感謝你給第四期抗疫 給我飲食業的時間 政務司司長說 我問他為何這麼少 他說上次的補就業是六個月 今次我們講一個月 所以就少了很多 現在眨眼 已經去到二月去到過完年 都不會讓我們開回夜市 我三個表列行業也沒有 所以我剛才聽到好像你講 不想講經濟的事 不過最終話事那個都是你 就算在現在我想問你 其實在那個補就業的第三期 你會不會去想 因為太多人 在這個過年真是很不得點 就算借了錢都要還 如果政府不給怎麼還 或者我們第四期的飲食業 是否都應該要加碼 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我簡單回應 因為正如我剛才所說 都希望稍後政府有一個全盤綜合的回應 就在去年 去年三、四月去籌備補就業計劃的時候 事實上沒有人看到這個疫情會持續這麼久 對於商界特別是某一些行業影響是這麼深遠的 所以當時現在的時候旺回來 有人認為你當時不夠針對性 不會大部分行業都幫 應該重點幫這些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 所以跟著那些防疫抗疫基金的第三期 第四期是比較對焦 所以我都可以在這裡說 那一款的補就業計劃是不會再推出的 因為那個公共財政的壓力 還有應該按住市民給我們的看法 是更加聚焦有針對性去幫 但是跟著怎樣說真的再幫呢 這個我今天真的不想說了 因為要整體財政的評估了 我們才知道在哪裡能夠幫 不過最重要是希望儘快 就是儘快可以恢復這些商業的活動 在這裡就真的需要業界和市民的全力的配合 在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都很感激 被我們關閉了處所的業界 大致上都是很積極很正面 自己主動組織了一些團體 提出了一些額外他們願意接受的防疫規管 從而令到他們可以開業 我可以跟大家說這些努力是不會白費的 我們在下一階段可以放寬的時候 一定會考慮行業作出的努力 謝謝大家